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肥拔 肥拔吃得很小,終於來到我家附近一間我很想吃的餐廳 但名字我不會讀 這裡的老闆兼主廚是咖喱的粉絲 咖喱細一 大家都知道,今晚市六點後就有病毒 六點前就沒有,所以當然是來吃午餐 我們這次是點了前菜餐湯和甜品 我們先介紹一個餐包 它的牛油是自家製的黑松露牛油 它的包包是分了一個,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甜包和蒜包 我們覺得甜包比較好吃 前菜叫了水牛芝士沙律 好吃,但沒什麼特別,所以沒什麼特別要說 餐湯就是番茄雜菜湯 這也是沒有特別 主菜的名字長得我都不記得了 簡單點叫麥汁本地鮮油自製意大利麵 吃起來我覺得鮮油太鹹,但不是嚴重 但意大利麵因為自製,所以很有咬口 我覺得挺好吃的 接著來到黃煲和牛千層麵 口感非常豐富 外脆內軟,和牛味又十足 又香口,是有少少淡,但不影響整件事 給多個我也想多吃一次 我想我可以一個人吃三個 給你介紹我們的DIYTV味道 我們會把它插開麥克風起司 可以把醬汁和醬汁 可以把醬汁淋在醬汁裡 再加上大根麥克風起司 可以自己調教咖啡的濃度 麻煩你 剛才介紹這個甜品給我 就是這間餐廳的主廚 這個吃的方法我都很喜歡 因為第一,可以調到自己的口味 另外,因為它把三樣食材分開 變成維持了它的新鮮感 因為有時外面的Taramisu 雖然好吃 但它預先做了,浸了很久 變成那些餅又淋了 咖啡味又離開了 現在它把三樣食材分開 三樣食材都保留了 這次就沒有拍餐廳環境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沒有了曼士 做生意是電光火石 不要阻礙別人 總之它就在上次花斑茶社旁邊 我還老屈了主廚陪我拍了一張照片 今天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留言、LIKE & SHARE 下次再見 BYE